可以回溯街道旧貌的城市导览交互系统,探索宇宙的商用运载火箭,能印出精美花纹的数字打印机。 近日,广州南沙产业发展特色的产品和成果亮相2024年南沙全球招商影制大会,获海内外客商青睐。 当天,大会吸引了海内外的学者专家、企业代表、科技人才等超1400人参加。 共有116个项目在会上完成签约,总投资额达1217亿元人民币。 我们看着南沙因为是它在整个大湾区的中心,对于交通也很便利。 我们的项目直接站在高铁站的旁边,所以我看到区域的定位还有优势很大。 我们在南沙看到越来越多优势和政策对我们将来的发展都是很好的。 华南美国商会会长哈利·塞亚丁表示,南沙具备优越的制造力和良好的政策。 美国公司已经在南沙投入了大量资金,未来将继续在大湾区,在南沙开展业务。 我 represent th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our more than 2,300 American companies who do business already in South China. As I said, we already have over 10.9 billion U.S. dollars in cash reserves that needs to be invested in the next three to five years. We expect that investment to happen within, in greater priority for next year and the year after that. 南沙还将推出一大批产业用地资源,依托万寝沙南部等重点片区打造大湾区产业发展融合示范区, 积极与深圳、香港等大湾区城市联动,吸引更多企业代资、代项目奔赴南沙。 活动现场,南沙区各镇街展示当地产业发展特色、载体空间和产业基础等,吸引众多企业家关注。 我们这个系统会有助于居民去体验这种虚拟的场景,同时也可以从往回,往以前他们生活过的场景去回溯。 在采集的过程中,东沖的工作人员一直在帮助我们去采集数据,帮助我们去规划、沟通、协调。 我们这边刚好也跟香港工商联是一起合作,在这里建了一个粤港产业园区,专门可以给企业提供定制化厂房的这种服务的一个工业产业园区。 园区里面是设计了有体育馆,然后有公交站,有肉菜市场,也还有医院这些所有的基本的生活配套需求。 香港中华总商会副会长曾志明表示,南沙便捷的交通网络与国际接轨的人才政策正吸引着更多优秀人才来到这片热土。 沉重通道开了以后,他去深圳,去中山,那个交通的非常的方便。 我们首先会带领更多的香港那些工商界的青年朋友们到这里来进一步地了解他当地的情况。 南沙最值钱的地方,很多的那个高科技,包括很多医院士,南沙能提供这一方面。 更多的包括香港的八大院校的那个学生,他可以到这里来创业就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